欢迎大家回到半别赛空次赛的下半场 现在比赛继续 还有人说杨丽这哪好笑了 这就是凭人气进的吧 我想说他这话啥意思 他这话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不光人漂亮还特别红 现在有一次我们的中锋受伤了 他们让我上去防对面 一米九一的中锋大哥 大哥一个转身 把我夹杆在窝里了 我被夹着我也不敢生气 就怕别人说我窝里横 因为怕尴尬 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总不能尴尬了吧 直到有一天 我投贫投到了邻居家 他也在群里发了 我电脑桌面的截图 那一刻我就明白 什么是精神走光 我小时候其实经常受击护 有一次五六个男生 把我摁在墙下 但是没有动手 因为我跟他们说 你们想好 我这个情况 一旦动手 你们要养我一辈子 给大家看一下 将要前往半决赛的演员室 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 第一季半决赛 超次赛 从现在开始已经产生了淘汰 我小时候其实被家里人保护得特别好 每次看奥特曼的时候 我妈都会说 奥特曼打怪兽流的不是血 是平时吃的番茄酱 本来不害怕的 但你想想 奥特曼打怪兽流出了一堆番茄酱 我还怎么吃番茄酱 你们有晚上和男生一起在外面看过星星吗 真的就特别浪漫 满天的星星 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 不行 我得说点什么 我得征服它 让它爱上我 我说点什么 然后你就搜索你脑子里 所有的关于天文学的知识 发现只能问出一句说 哪个是北斗七星啊 今年呢 养了一只小猫 我现在在家发生那种 可爱声音的频率 比小猫高多了 经常就是小猫正常的 趴在那吃个饭 我就在那 咬咬咬 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啊 我们已经讲过 白雪公主和灰姑娘了 是的 我其实挺想演一个男性角色 那你挑一个 《水谷传》 好呀 好 白雪公主 倒拔吹羊柳 鲁志申 白雪公主 倒拔鲁志申 很剩三个名额 让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分数最低的人是谁